韩国大师男团NCT DREAM 5月初才刚发布首张正规专辑 事隔一个半月 最近也加码宣布即将于6月底 再次发行后续专辑Hello Future 也让粉丝们期待不已 不过在专辑发布前 其20岁的成员灾民 最近却在韩网疯狂地被喊欧巴 而网友们得知消息后 也纷纷地大叹果然名副其实 最了解前几天NCT DREAM的成员们 在车上开直播与粉丝们进行互动 众人们一路有说有笑 其中灾民就在镜头前拖着下巴的动作 也引起韩国网友的大暴动 大部分的人除了感叹灾民的美颜之外 大家都被灾民的手臂给吸引到了 明明脸还是小朋友 手臂却很有男人味 这种反差感也瞬间迷倒了不少网友 其实灾民的妄想男友图 在韩网也是非常有名的 而这次看到灾民的手臂 韩国网友也纷纷留言狂赞表示 脸很清纯 身材却很男人 真的好帅 果然叫灾民奥爸 真的是名副其实啊